你个死羊子 你好 您是哪位啊 你好 我想找一下周延 周延 有人找 周延 你怎么了 周延 周延 对不起 周延 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不要抛弃我一个人 你听我说 做了一个梦 我看你整个世上 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不想一个人活着 我求你啊 我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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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该出现在这儿 不该打扰你和周延 是我 不得了他 我失败了 以后 我坏了周延的孩子 快别帮我 快别帮我 紫禅 哎呦 你来干嘛呀 不说的不想见 你怎么 你把钱人放 别动了 你生气 咱俩俩先放一放 如今外地当前 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对外呀 我跟你说 你这个时候劝紫禅她 肯定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事绝对有蹊跷 我怀疑 这一定是菲菲一个人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目的 就是为了控制和利用周围 你说这也有什么用呀 不用你说我都能擦 它关键是正义 咱俩只虽忘了一个问题 你好好想一想 就那干嘛瘦的菲菲 她一个人那把混乱的周围 拖酒店去 怎么可能呢 肯定有人帮忙啊 咱们俩之前 去酒吧打听过吧 但并没有去酒店打听 到那个地方一定能有些收获 那你还愣着干嘛 还看剧啊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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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说咱俩的事 这样 我找到你一下啊 我 去找证据 你呢 原谅我 咱俩冲动与好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提条件了 我 我再也不提条件了 不提不提不提 我 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啊 大鱼 紫 紫珊 你还有脸替紫珊 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你给我听好了 这是刘伟赶紧出去 回头等我消息 别再让我见到你们俩 走 好 好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别让我看到你俩 赵妍 没事的 紫珊 一定能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进来 为了你姐妹的事 我都快跑端腿了 说吧 怎么样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周延当时就被迷倒了 是一个叫 Tony的酒吧服务员 直接给背进去的 然后呢 然后我直接找高培夫去了 高培夫 你找什么高培夫啊 你应该找那个Tony 这种地方高培夫不比咱们清楚啊 我要直接找Tony的话 不得打草精神啊 是不是 那高培夫说什么 这个高培夫就说 他 说什么呀你 他 他说要让咱俩演场戏 演什么戏啊 是这样啊 高培夫觉得 Tony跟菲菲 他们俩串通好了给咒烟下药 如果直接找Tony的话 他肯定不会说呀 所以就 你知道吧 咱俩的演场戏 你养个新君女 我我养个成功男 你把我约到酒吧里去 然后去找Tony 你说你要把他晕倒 晕倒之后我就生命 就主成手法 生命主成手法 就真的是这么说的 你碰碰你成心啊你啊你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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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真的 就是为了紫禅着想 真的 真的 你想啊 这事要不搞清楚的 咱谁都没有好日子过 对不对 我找别人又不合适 我只能找你对不对 紫禅我真没想 占你姐姐便宜的意思啊 真不是你出的搜主意 真不是我出的搜主意 也就是高佩妇出的 主意虽然搜了点 但好用啊 你想想你去替人紫禅 考虑一下 出去 你看我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怎么还是 不出去我怎么换衣服呀 那我出去干嘛 我 我转过去就行了吗 你换你的 彭运 我去 等会儿 干嘛去呢 姐 去月店啊 穿成这样 去月店也是扑法的呢 怎么了 不是 你看看这鞋 看看这衣服这颜色 再看看你这发型 麻烦您啊 大姐 咱俩是去演戏去了 你精业点好不好 你喜欢那种造型我不会 什么叫我喜欢这造型啊 走了走了走了 还是教育我吧 我来帮你打扮 一 二 三 二 大家 撤 撤 三 二 一 走 我 nearly来了 一 三 五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你加入这个游战了吗 走路了吗 我去吧 我到你了吗 我去吧 休门啊 到你了吗 我去吧 我去吧 美女 看看喝点什么 一杯Cosmo Pond 记得加清柠檬 好的 汤你在吗 您稍等 什么酒啊 度数太高我可不会喝完 还死于狂状 你从哪儿动的这身行动啊 上次派我要胜负 你别说穿你身份被儿漂亮 我跟你说啊 我可没有做过这份差事 要是演砸的我可不负责 怎么能叫演啊 你这简直就是天生这个志 你不知道吗 从我这整体看啊 这大肠腿这肤色这气质 你往这一站 你旁边这些阴阴阴阴 往哪放啊 全场的灯光都暗然失色 我跟你说你天生 就是为异点而生的 你不知道 语鹏鱼 你怎么说话呢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 哎呀 跟你开玩笑了 人来了 人来了 Cosmo Pond 请您谋 听我同事说 您好像在找我 没错 想请你帮个忙 只要能帮到您 尽管吩咐 我想要弄醉一个人 这个好办啊 男生还是女生啊 男生的话你就多惯他几位 女生的话就点一些 甜度高的酒 喝着喝着就醉了 要这么简单的话 我找你个妈呀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在那装糊涂的 你直接问他 有没有那种 喝一口就醉的酒 这个就得看 个人酒量了吧 有的人吧 你想 他喝一点啤酒也会晕 有的人呢 喝两瓶白酒也不会醉 要是不知道 这个人酒量怎么样 这个忙我帮不了您啊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知道 就别为难我了 姑奶奶 这个时候你还不全押上去 你们别废话 我的好朋友菲菲呢 跟我说过你有这个本事 看来也是图有须名了 还想着说给你拿一份大的 既然你自己不要 那也就要没有我了 行了 帮我买单 剩下的这当都是小菲 你让你走 你往纸上去 去你 喂 之前不是这么安排的 你赶紧回去啊 你别走了 赶紧回去 三 二 三 二 万一出错了 怎么办 我有改编权 不行吗 行 你厉害 那个 把衣服脱了 干吗 脱了 干吗呀 我穿着这样 我怎么见人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 这事总算搞清楚了 你说这个菲菲啊 真让别人给周妍酒里瞎咬了 真能做得出来呀 这样一来就证明菲菲一定在说谎 按照酒吧那个汤妮说的 吃了这种药的人 就会一直想睡觉 根本就不会爬起来干那种事 所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菲菲发给周妍的B超报告 一定是假的 没错 那怎么证明这报告就是假的呀 那报告在你手上吗 我可周妍要了一番 走 咱俩现在去医院 找专业人士问问 看看能发现什么问题吗 你真棒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连医生都觉得这报告有问题 上面写的是怀孕六周 可这图片上明明写的是十二周 这就说明菲菲她早就怀孕了 就是 这汗衣压根就不是周妍 就是啊 大鱼 我说你 怎么穿成这样啊 那个 你管人家穿什么样的 你你你过来干嘛呀 我这两天不是吃东西闹肚子吗 我过来看看鸡人 那不跟你们说了 我上座了 赶紧去吧 别碌了 高贝副 小伯飞 过来 你快说啊 你过来 你就在这儿说吧 我憋不住我快点 今天这招是你帮她想的吗 嗨 别嗨了 什么主意我不知道 我今儿一天都没见她 我憋不住了我走了 余彭月 你又骗我 我这不是怕耽误正事吗 不是故意的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小气吗 余彭月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但我不能允许你一而再再而散 那儿挑战我的底线 对 没错 没错 我走起来 哎 你看这穿着我衣服还在这这这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谁啊 谁啊 开门 开门 小雨 大雨 崇丹飞 这场戏你还要演多久 演够了吗 我不等会儿你再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 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你根本就是在骗周延 你跟酒吧的那个Tony串通好了 往周延的酒底下药 这让他以为跟你酒后发生了关系 其实你早就怀孕了 你怀孕了三个月不是一个月 那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延的 小雨 大雨 你们说是真的 周延师说的不是真的 这当然是真的 我们特意让医生 看了这份检查报告 明确确认 这就是怀孕十二周的报告 而且Tony已经亲口承认了 就是你花钱让他帮的这个忙 我已经拍照取证了 明天我就交给警察 你再想说的话不用跟我说 去找警察去 周延你听我说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 不要把我送到公安区好不好 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是怀了叶之秋的孩子 但是他不要我了 我没有积蓄 我没有工作 不过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亲人 我不想连你也失去 才做这样的傻事的案件 我只想跟你团团实实过日子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真的都不要了 我会不会再战战你 求你不要送我去公安区好不好 你 你就心情好 饶了我行不行 我知道周延他都听你的 你不要把我送去公安区 好不好 你大人不及小人过 你就饶了我 最近高派部的事 你都能原谅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周延 周延 你帮帮我吧 咱们都是女人 你能理解我当初被抛弃的时候 我有多恐惧 有多害怕吗 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我承认我错了 但我只想过一个真诚的生活 真的 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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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起来 我 我不要去坐牢 我不要去坐牢 大鱼 小鱼 要不 就算了吧 周延 他还怀着怨呢 他还怀着怨呢 你自己的事 自己决定 周延 你就是心态了 真的 aps Moo 製萍 肺肺 算我们哥几个求你了行吧 今后别再找周阿苹的 你别再烦她了行不行 我能保证 我待会儿肚子里还在我呢 别再让我们见到你 走啊 你朋友 子珊 是我 周妍 别瞧了 我们已经睡了 对不起啊 那我明天再来 晚安 喂 真相已经大白了 干吗还不理人家 对不起 如雨 那天你突然提醒我 让我小心周妍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 他跟菲菲的事情了 子珊 今天事情除了我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 子珊 你千万别多想 我们就想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告诉你 你放心吧 我没有生你们的气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周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 他爸告诉你之后 你误会他生他的气 可是这样我只会更误会他 更生他的气 之前你跟我说男人不可信 我还不以为然 现在想想 还真是这样 这么长时间 他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 甚至连一句我喜欢你 都没有说过 我有时候在想 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 除了这件事 他第一反应 不是信任我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选择和我一起面对 而是选择逃避我 欺骗我 帮我蒙在鼓里 那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他又还会骗我 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既然还没有想好 那就冷静一下 冷眼看看 你喜欢的这个男人 到底还有没有他要跟着 不一定 好 谢谢 来 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